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6月1日 星期二 由於這兩天我們也 回到倫敦的關係 所以節目 今天會稍微少一點 所以大家見諒 因為昨天 跟網友吃飯 有點聚會 所以我們 錄音的時間會短一點 之後就會 增加節目 這一節 其實本來早兩天已經想說了 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圖 關於李錦記的祖墳 被人毀壞了 甚至乎 第二代傳人李兆南 的頭骨 都說找不到 被人連骨也起了 中國人 以往有句話叫做錯骨陽恢 意思就是 把他的祖墳 把他的骨頭拿出來 挫骨 變成了 一些灰 然後就在這個空氣中 散播 或者在這個 令到他塵土飛揚 意思就是 徹底毀滅他的祖先 這次 這件事 我們其實就這樣看 也會猜到 因為如果你說純粹李錦記 本來有 這個說法可能是勞之狗分 因為 有人在祖墳上留了字條 用紅色的筆 控訴 無良老闆 合約圈套 以血還血 更加指 恐嚇的說話 說好戲在後頭 消息指出 這個頭骨是第二代傳人李兆南夫婦 這次 我們看這件事 其實也會猜到 先說說李錦記 李錦記原來創辦是1888年已經創辦了 李錦棠 當時就是以蠔油 起家 到了他 到了第二代李兆南 就更加把這個祖業發揚光大 不過 賣蠔油 賣醬油 其實就不會 跟別人結怨的 因為這類型的企業 一般來說都是 比較傳統一些 可以稱之為 良心方面也不會太過 吻滅 做這類型的企業 因為如果你要發達的炒樓 當然 他們真的去了炒樓 買了很多民營 我想這幾年買了幾百億民營 為什麼買蠔油買了幾百億民營呢 當然不是靠蠔油 不是靠 這些醬油 不是靠 蒸魚豉油 什麼什麼什麼 完全不是 跟油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最發達的生意 是傳銷 記住是傳銷 不是直銷 直銷是 狗頭來的 是掛著狗頭賣羊肉 根本大陸 就不准 不准做傳銷 不過他那一檔無限極的傳銷 就是跟 廣州軍區合作 所以他可以賣 為什麼就是這樣 因為人家有勢力 當時 他們在廣州 開發 這個叫做食品 跟廣州的中山大學合作 亦 背後就達成了廣州軍區 大家可能是生產一些保健品 當時 聽說是給一些軍人吃 可能是軍人身體好 可能是撞羊之類 或者是 讓他們身體很好 自此之後 他們就開拓了一個模式 他們應該是2007年 拿到直銷的牌照 我們找回網上的篇文章 是2012年的報導 當時是中國經濟網 中國經濟網當時 據中國質量萬里行的報導 一家直銷公司 因為質劣產品和涉嫌全銷 屢屢被消化者投訴 而且多次被媒體曝光 其行為不僅會有收斂 相反 毫無顧忌 繼續市場擴張 人們不禁要問 這種對消費者呼聲致虐網民 不斷犯國家規定的公司 究竟有沒有底線 疑似傳銷究竟由瑞內監督確認 而引人尋思的是 直銷和傳銷清晰的市場邊界 究竟在哪裏 他們說的 就是 在廣州的無限極中國有限公司 他在五年前獲得直銷經營許可 從事保健品 食品類的產品 營銷 到了2012年 是不斷被消費者投訴 包括中國 質量萬里行 人民網 新華網等權威媒體的曝光 當時他對他的營銷行為 其實就是產生五大疑惑 第一 涉嫌傳銷 按照直銷管理規定 教師、醫務人員、公務員不得從事直銷活動 而媒體調查發現 包括山東等地的許多消費 向國家工商總局部門反映 無限極直銷員並沒有對職業進行限制 公司通過疑似洗腦的培訓課程 行員購買498元產品 然後登記身份證辦卡 很容易就成為無限極的直銷員 無限極的直銷員 近年來 他的隊伍不斷撞敗 而想過通促 賺取快錢 利用朋友推薦朋友的方式買產品 根本就是一個 存銷方式 就是2012年 我都被大陸的親戚遊說街入無限極 還帶了我去他們的分店 他們很誇張 一條街 不止一間無限極 即是說 是大量的人在做 存銷生意 包括我大伯的 這個兒子 即是我唐大佬 同年3月 無限極山東德州專賣店 在當地舉辦招商活動 實際上山東省 並不是國家批准的直銷範圍 即是每個省都有不同 有些地方可以做直銷 有些地方不可以 據中國質量萬里行的調查發現 在800人規模的宣傳會上 公司一個高級領導公開宣稱 加入無限極 只要半年 收入就可以達到6萬以上 只要聽話 相信 照著做 就算不拉人頭 不發展團隊 只是賣牙膏 就可以短期來成為8萬富翁 傻的一年都可以賺60萬 這樣 老實說 除了 做傳銷 除了做保險 不會有人這樣銷售你 當然保險也不敢這樣銷售 不拉團隊怎麼賺那麼多錢 靠下線 靠下線 靠下線的人幫你跑 然後他們說 第三個就是產品不到 他們 在很多保健的食製品裏面 很多不具備治療效果 也不可以用 以藥物方式出售 但是無限的公司獲准直銷的產品 都是用保健類食品 宣稱 可以利用 身體會比較好 或者用一些免費體檢的方法查出身體上的各種病 然後哄你去買 這個 很多時候就是 誤導人家這些產品有藥用價值 當然第四就是誇大宣傳 誤導很多人 把保健產品造成藥品 而且漫無邊界 誇大宣傳 例如他們的無限極女士口服役 國家核准的功能是 延門衰老 免疫調節 在公司宣傳單上 亦增加了溫保腎藥 抑氣 撞筋骨 即是撞羊藥 這些其實是最好賣的 大家想想 當年輝瑞 發明了偉哥之後 股價只得了暴升 任何藥 其實是三種的世界 你只要發明了 第一種藥 叫減肥藥 真是減肥的 必定發達 必定賺過千億的 第二 叫自禱頭 男人禱頭 女人也會的 第三 就是狀藥 狀藥藥的市場 比起頭兩種更加大 他宣傳 甚至乎他們裏面那些產品還可以治療 高血壓 觀心病 動脈 硬化等 甚至乎可以自不孕 即是沒有子生都可以醫 說到這麼神奇 當然是吸引了很多人 去介入 第五就是產品劣質 人民網報導 當時官網報導 消費者投訴這個無限極 是一種 屏裝保健品內 發現有煙頭 還有賞為證 消費者說吃一種口腹液 竟然 發現裡面好像有蟑螂那麼大的蟲體 導致消費者身體出現不息 公司 一來通常都不認 甚至乎是不理 從這篇報導 我不想讀完一天 大陸 其實禁了那麼久的傳銷 但是比無限極 是可以在大陸不斷撞大 當年 2012年的數據 無限極一年在大陸賺300億 它的銷售規模是超過1000億 最近這幾年 每年賺的錢 與日俱增 當然不只是他的 因為他也要派很多影片 有一個廣州軍區做保護傘 現在變成南部戰區 有那麼大的保護傘 當然要派影片 之所以這次的祖墳秘道 你只是看字面上解釋 不是一本勞資糾紛 而是他們的全銷合約 令到人 部份人覺得被他們找到了 對他們進行報復 當然香港 他們在無限極廣場 總部 在金朝陽中心 很多地方都有他們的分店 即是傳銷中心 不斷都是用一種洗腦課程 吸引人家來加入 而大陸的團隊 是很誇張的 據說已經是過百萬人 傳銷即是下線 那麼大的團隊 也賺很多錢 如果你認真計算他的收入來說 可能他已經超越了李嘉誠 甚至乎 比當時的大陸富豪姓曾那個 做李電那個 比那個人 還要是身家更加多 那麼 我們保守估計這個家族 起碼超過3000億的資產 正資產 最近你想想 只是賣了物件也賣了幾百億 賣了一百幾十億 所以 這次祖墳秘道的事件 絕對是跟傳召有關 不過 始終是在內地的保護傘 搞不到內地物來香港搞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有比較update的消息 再跟大家跟進 拜拜